要介紹啦 你咧咧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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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按照我自己的那個想法嘛 因為我不是住這邊的人 這是你住在山上等的想法 就是下雨很大的時候 那個山吼 汗水量太多了 整個崩下來 就整個山土 像那個 像那個南馬控 就把整個河床堵住了 那邊還有一個比較小的 就一樣把它造成這個岩石湖的狀況 然後再補充 它還加上那個啦 加上那個漂流木 做支架 那更容易造成岩石湖 那個樹林 那個漂流木不錯 當時有一個現象 從山頂上看下來 它就是整片鏡子的那種藍綠色 很漂亮 但是又一種危險詭異的那種感覺 可是當時 可是當時看到那個湖面是真的很漂亮 可是在這裡是很詭異的啦 對啊 那現在的水量會造成危險 應該不會了吧 目前已經不會了 已經解除 解除危險了 那個已經有河道 已經 那怪水有挖過 那之前是淹到什麼程度 你這個是造成的妹妹 淹到什麼程度 整個這樣看過去 整個都是水 而且是像足球場 那麼大還要大 還比足球場 好大好幾倍 大好幾倍 大多了我們過年 我們謙虛的久 那個時候 年豬二的年豬四下 發發之後的那個岩石湖 這邊有一些水鳥來侵襲 就是鴛鴦 有鴛鴦有看過 就是還有湖在啊 嗯 那時候我們有來釣魚 一鴛鴦是原生的嗎 怎麼會山上有鴛鴦 會 不知道它就會在 喔 然後我們有學生 有來釣魚 鴛鴦不是原生的 因為它 是來過境的 很很大的一個湖 而且成績就 那麼大 你釣到什麼 靠邊邊 小便拿這麼大 小便啊 對 岩石湖那時候 我們先來大 好囉 好囉 那我們去梅蘭加油 看一下那個 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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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蘭